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武术研究所 我是今天的主讲,我叫黄宁 今天给一下如何去用腿去破比你拳法好的人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助教,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一起,当助教去打前手的时候 我如果不去躲他的拳,直直的去踢腿 对方可以进步,就可以打到我 我们来一遍演示 但是如果在打拳的时候 我们踢腿的同时,身子往旁边去侧 这样的话,对手就不会去打到我了 我们的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助教去打后手直拳的时候 我们身子往后手这个方向去闪 然后去打击边腿 我们再来一次 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以为例 如果正常的情况 我去踢腿后边腿 对方可以用后手拳进攻我 不去躲的话 躲的话,对方就很容易去打到我 但是如果 如果用后手拳去击打我的时候 我往他后手的地方去躲 同时抽击边腿 这样的话,对方打不到我的 打不到我的 我很轻松的就避开了他的后手拳 同时,我还可以做一下连击 直拳中,我踢击后边腿 后边腿被他的左手抱住 我往右边去躲 对方也不可能用他的后手拳去打到我 我到他的后手拳 同时,就算对方不去放腿 我也可以去打击他的肋骨处 打击摆拳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组空击训练 我出后手 助教用后边腿给大家示范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如何用你的腿法去破解比你全法好的人 感谢大家